风声白雨天地哀哀 又是一年大雪节气到 大雪是24节气中第21个节气 也是冬天的第三个节气 它虽然名字中带雪 可不一定就代表这一天会下大雪 与小雪节气一样 大雪也是反映气温与降水变化趋势的一种节气 天气会变冷 降水量也会增多 大雪有三后 一后核弹不明 意思是由于天气寒冷 连寒好鸟都不再鸣叫了 二后虎始焦 大寒时节阴气最盛 阴气蒙动万寿之王的老虎出现求偶行为 三后力挺出 指的是一种蓝草植物将会萌发心芽 作为初冬到重冬的转折点 大雪节气的到来 预示着接下来将进入冬季最寒冷的阶段 那为了保暖 大家除了要裹上厚厚的冬装 在吃上也要多费心思 在我国民间 素来有着大雪吃五仙 一年并不沾的说法 意思是说 在大雪节气前后 大家应该吃一些这个季节的应季食物 增加自身抵抗力 抵御疾病侵扰 第一仙是肉中仙羊肉 老话常说 冬季吃羊肉 一冬暖羊羊 一入冬 羊肉就成为了多数中国家庭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进步佳品 尤其是火锅和涮肉 羊肉肉质鲜嫩 口感鲜美 具有丰富的维生素 蛋白质等营养元素 而且还是温补性食材 在补充营养的同时 还能够起立一定预寒作用 尤其对一些冬天经常出现手脚冰凉的群体来说 冬季吃羊肉可以达到暖中驱寒 温补气血的作用 第二仙是地下仙 白萝卜 想必大家一定都听过冬吃萝卜下吃浆这句俗语 眼下凌凌寒冬 正是白萝卜大量上市的季节 别看它很常见 价格也实惠 但却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蔬菜 可以为我们人体补充营养 提高免疫力 尤其是冬天 吃完一些油腻厚重的食物以后 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给肠胃造成负担 而富含营养和水分的萝卜 则是帮助消化的不二之选 第三仙是地上仙 大白菜 作为冬季为数不多的食品蔬菜 大白菜是很多家庭冬季 必备菜 在北方的很多地区 每年刚一入冬就开始准备豚白菜 腌白菜了 而在许多年前 甚至是如今很多不富裕的人家里 大白菜将会是他们一整个冬天唯一的蔬菜 别看大白菜价值低廉 不仅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和叶酸 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 而且荤素皆可搭配 烹饪制作起来也很简单 第四仙是水中仙 鱼肉 冬季是捕鱼的最佳季节 也是鱼类大量上市的季节 如果大家觉得羊肉味道重 那不妨尝试一下鱼肉 季鱼 带鱼 鲁鱼等等 都是冬季吃鱼的上乘之选 而且鱼肉品种多 选择空间也相对更大一些 作为高蛋白低脂肪代表 鱼肉不仅肉质肥美 口感鲜嫩 还具有健脾养胃 滋饮不慎的功效 好消化 一吸收 增强大家在冬季的抵抗力 第五仙是果中仙 雪梨 那进入冬天后 随着气温降低 天气干燥 人体免疫力会相应下降 容易引发感冒咳嗽等疾病 而鲤性干粮 一方面可以补充水分和维生素 缓解冬季干燥带来的不适感 另一方面 因为在传统医学中 鲤向来有滋液润灶 化痰止咳的功效 也非常适合病人使用 随着大雪节气的如约而至 冬季的寒冷才正式拉开帷幕 大家要注意保暖和健康 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冬天